好,我們拿著 拿著這個 站近一點 站近一點 醫生 醫生拿多一個 左右 好 左邊 好 站近一點 好,這邊 這邊 好 左邊 好 好 好 我們 一起 發起 聯署行動 就是 要捍衛我們的言論 和新聞自由 去抗議梁振英 打壓我們很多傳媒界 學者 和我們立法會議員 去評論梁振英涉及 UGL等等 懷疑的醜聞 郭醫生 和我們幾位天下圍攻的成員 同樣都收到 梁振英的律師信 而鍾建華博士 早前是因為 評論梁振英的 競選團隊 小桃園飯局 被梁振英起訴 去做誹謗 現在 張達明教授 也是因為 協助於天下圍攻 拍片 質疑梁振英UGL案 也收過律師信 我們認為 梁振英一再 以法律手段 訴訟的程序 威嚇我們一眾 評論梁振英的 不同界別人士 我們認為這樣是打壓 言論自由 以至是新聞自由 所以我們今天發起 聯署行動 等一下郭醫生會多說一些 我們會希望民主派和市民一起參與 另外我想講講 我們天下圍攻計劃 今晚 我和尹兆堅兩位 會去到英國倫敦 第二次 訪英 是要求英國政府 撤查梁振英UGL案 容我再重申一次 UGL案 是牽涉不單止香港 還是英國和澳洲 相關的執法 機構法律的問題 因為 戴德良行 當年是英國的上市公司 董事 董事 他有一個董事的誠信責任 去捍衛公司的利益 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 接下來幾天的行程 我們已經安排 第一是會見 一位很資深的國會議員 Catherine Wetz 她是前任的工黨影子的外交大臣 另外我們也約見了英國的傳媒 是Guidance 是嗎 Guidance OK 衛報 中文是衛報 沒錯 衛報 跟她做一個獨家的訪問 另外我們也約見了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一個國際的反貪民間組織 我們也會見到英國聘請了的律師 以及我們當然會再次接觸 National Crime Agency 上次我去NCA舉報 梁振英懷疑涉貪的機構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行程 在英國也是很緊密的 我們這個行程 因為本身 我和尹兆堅 這次參與了立法會 去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外訪團 所以我們是恩利成變 再次去倫敦 我們會提早幾天去處理 涉及UGL案的相關事宜 我想強調 我們去倫敦 這次追查梁振英 UGL案 其實和最近 一眾學者 或者傳媒收到私訊 或者被檢控 並不是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行程 其實規劃了相當長的時間 但是最近 梁振英的法律行動等等 事有湊巧 發生在我們出發之前的時間 我們認為 我們堅持去撤查 梁振英相關的案件 正正是對 我們一眾 受梁振英訴訟威嚇的 評論員 最大的聲援 我們絕對不會因為 梁振英的律師訊 或者法律訴訟的威脅 而去收聲 而去放棄跟進梁振英UGL案 我們一定會要求 無論是香港 以至澳洲 或者英國的執法機構 一定是要撤查 這次的案件到底 我們也是一直跟 鍾建華博士 和張達明教授 是有一個溝通 我們雖然沒有說 一起有什麼行動 但是我們是保持緊密聯絡 我們只要兩位學者 或者包括李慧玲 小姐 有任何需要我們幫忙 我們也會盡力協助 總之我們今次的行動 是希望可以 繼續引起到 香港 以至海外 執法機構關注梁振英 UGL案 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的聯署行動 可以 對一些受壓的 學者、傳媒朋友 以至我們民意代表 表達一點聲援 希望各位市民一起參與聯署 大家可以在網上 去到我們天下圍攻的網頁 參與聯署 我主要想說這麼多 我先交給郭醫生 跟大家說說我們的聯署 好嗎? 郭醫生 好 謝謝 廷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梁振英任內 是有一個事實的 事實就是他自己也說得很清楚 他是收取了UGL公司 因為出售大德良行 而給的五千萬 或者四百萬磅的錢 這是第一 第二 也是在公開的資料知道 當時在梁振英的競選過程中 他助選團中主要的人物 是從一些江湖人士有犯局 這是基礎 但是很不幸在很多次 無論是議員、學者、傳媒 或者一些個別的 例如網台的節目主持人 當他提及這些事件 甚至要求執法單位去徹查這件事 他們分別是會收到梁振英 寄的律師信 甚至有幾位 現在已經去到法庭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鍾建華教授 以及網台的主持人 李維寧 以及其他的一些網媒 這些是相當之不幸的事實 因為大家都知道 梁振英 他是一個 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在香港 是一個公職人物 他是一個退任的特首 他在香港 是有公帑給他 包括有離任特首的辦公室 有他需要的一些支援 而他自己也是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是一個公眾人物 而所提及的所有事實 都是根據事實 而作出一些評論 但如果今次 在過往這麼久 一次一次 包括是我們幾位 和其他的不同的人士 都收到律師信 或者甚至告上法庭 其實都很清楚 目的希望透過一個擁場 和一些昂貴的法律程序 希望禁星 我和很多市民經過 他們對於一些這樣的現象 是表示很大的憂慮 所以我和幾位的議員 和其實今天有一些的學者 未必出席到 但我們的共同的議員 都是希望市民 能夠共同參與一個聯署 要求梁振英 不要再用這些方法 是壓住了言論自由 還有是繼續 市民是根據香港的法律 要求聯署 或者其他執法單位 包括是 譬如稅務局等等去徹查 這些都是每一個香港人 是有權去提出的事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都在這裡 希望這個機會 希望多些市民能夠支持 跟著的一些行動 除了是聯署之外 接下來我知道 包括其他受到梁振英先生 帶出來的一些法律行動的人士 其實他們需要市民的支持 令到他們對抗這些可能的法律行動 詳情我不能扣勞 但我希望將來如果有眾籌的話 希望多些市民能夠支持 因為我們在香港 我們是尊重 亦都認為連結是香港社會 最基本的核心價值 如果清者的自稱 任何人包括梁振英 如果是認為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有幾樣事情他應該做 第一 他不要再動軌就出這些律師信 第二很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包括立法會 所以在內有一些調查委員會 是要求梁振英出席 以及交出文件 在這麼多次 我們沒有一次發覺 梁振英先生是能夠 是親自出席 甚至是交出所有需要的文件 我呼籲 亦都希望在聯署信入面 請求就是梁振英 如果他認為他是相當清白的 請他和所有的調查委員會合作 他是應該自己親自出席這些委員會的聆訊 以及提供必要的一些文件 令到這件事能夠水落石出 而最後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執法單位 不會因為任何人 包括他是新居要職 或是一些國家級的要職 而是會有一個殉屍的表現 所以在聯署裏面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求執法部門 要秉公辦理 撤查梁振英相關的一些案件 這些已經是經過一個正常和合法的程序 是交了給執法單位 包括例稅局和是廉政公署 每一個市民都是有這樣的權利 是要求執法單位 是根據香港的法律去做 是不容是殉屍的 但是香港很多市民 希望是借這個最困難的時候 因為大家想一想 因為發表一些言論 寫過一些文章 甚至表達過意見 就會收到一些權貴 一些律師信 甚至捉上法庭的話 可能製造了一個寒蟬效應 令到香港將來 我們的僅有的言論自由 和要求執法單位 去做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都可能分分鐘收律師信 甚至被人告 最終告不告到 不知道 但是涉及高昂的費用 和一個擁場的程序 對於這些根據事實 而發聲的人士 包括學者 包括傳媒工作者 或者議員 都是絕對 不是一件值得 能夠同意的事 所以今次的聯署 我們希望透過所有的渠道 包括天文為公 和其他相關的民主派的人士 將這個聯署 全都散出去 希望多些市民能夠聯署 也希望將來如果有機會 有一些一起去眾籌 對抗這些法律行動 希望大家都支持 好 補充一點點資料 講一點心聲 因為梁智英近日的舉動也不太尋常 我自己看是一個很過分超出尋常的反應 讓我們覺得是透過法律的行動 以至用龐大的金錢嘗試 去打壓任何合理的言論 或者質疑她 到底之前涉嫌的有關UGL案件的指控是否屬實 只要提出質疑 梁智英已經有一個很過分的反應 剛才一個醫生和阿婷都說了 其實有很多相關的資料都是一些客觀事實在描述 包括我們在座幾位 以至梁智英 或者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傳媒界 剛才說中建華等等 他們的評論其實都不理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可能是牽涉到梁智英 是不是收取了五千萬 而收取了五千萬的時候有沒有違法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質疑 也是牽涉到公眾利益的 因為他在特首期間 如果真的有收取這五千萬 沒有經過合理 合法的程序去處理 其實他可能是違法的 提出這個可能違法的質疑 尋求事件的真相 其實沒什麼所謂 根本都不牽涉是不是誹謗 但是他有理沒有理 就用了這個角度去切入 就去到給我感覺 就是在鎮壓追究這件事件的人 另一個情況 譬如描述他 是不是跟一些涉嫌 有社團背景的江湖人士 有接觸的 這個也是廣泛地 香港七百多萬市民 都知道的事情 他選舉時候的團隊 是有接觸過一些涉嫌 有社團會境的江湖人士 也有所謂的小桃園飯局的事件 當然這件事背後 可能有更深入的資料 他就拿出來談 我覺得可以坦白地去說 另一個就是選舉期間 以致及後他當任特首之後 其實也有一些講為人知 或者他自己在暗地裡 承認有江湖背景的人士 出來支持他 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 我就看不到為何描述 或者評論這些客觀事實 或者要求追究 有沒有涉嫌犯法的行為 竟然會構成誹謗 我自己覺得 今次我跟林卓廷 會再去英國 我們希望天下圍攻的工作 是可以有過水落石出的 也希望我們可以將這件事 尋求到事實的真相 到底有沒有人犯法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聯署信 也寫得很清楚 其實能夠回應到梁振英 他只要因應我們聯署的要求去做 第一,他就不要再借助法律行動 個人誹謗 又不肯攤出事實的全部 就去到鎮壓聲音 另外更重要 如果他認為我們所說的事情 是各位的 只要很簡單 他將他手上所知的事實的全部 和真相 包括協議書的內容 你就攤出來說 他一直都不肯去到這樣做 最後就是 剛才提到 立法會其實還是有一個委員會跟緊的 其實之前 梁振英是承諾過會出席的 大家可能都記得 公眾都記得 後來他反口 我不知道我講這句 他會不會都告我 但事實上反口也是客觀事實 他膽敢的話 他就來回UGL委員會 我們很期待 他將事實的真相 呈現給公盡 或者呈現給立法會 讓我們知道事實的全部 我補充這一點 大家有其他 我補充多一點 各位 我們去英國的行程 部分的會議 立法會會計界的議員 梁繼昌先生 都是會和我們一起出席 大家知道梁繼昌議員 也是和梁振英 是有個官司在身 他也是有法律和會計 兩方面的專業資格 我們也都很感謝梁繼昌議員 會在英國和我們天下圍攻計劃 一起並肩作戰 盡量希望可以迫使相關的部門 和政府關注這件事 亦都是找出事實的真相 我們主要是這麼多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本身去英國的行程 因為立法會是有個外訪團 所以機票是不會有額外開支的 是由立法會的外訪團包了 這也是跟立法會相關的規矩去做 因為議員亦都可以提前或押後反港 所以機票那方面是沒有額外開支的 我們是有當地的小小交通的開支 以及酒店當地那幾晚的開支 食來講我們幾個是自費的 所以其實是幫天下圍攻計劃 省了相當的開支 至於我們的財政 其實因為我們一直都有 跟不同的法律界的專業人士 海外的聯絡著 有些單都未回到 所以我們暫時沒有新的財務報告 是update A給大家 我想我們 我想我們 完了英國的行程 再一次過報告 我們的洗費開支 不過都是相當有限的數目 主要都是相關的法律開支為主的 至於我們約見相關的部門和機構 我們已經是給了相關的聯絡他們 我們會逐一去約見他們 去講回我們所掌握的最新的資料 以及希望他們是可以嚴肅去調查的 情況是這樣 是 剛才你說機票就有些財政 如果是財政包外 但你們應該是組三至四人去到 沒錯 中間的住宿 是怎麼是你們自己的 不是 我剛才說住宿是我們天下圍攻計劃 是包的 但食物是我們自己的 我和尹兆堅議員和另一個同事 我們兩位會負責我們自己的食用開支 可能有些交通和住宿的開支 我想外訪團的幾天是否應該都包住宿 外訪團應該是10號晚 不是星期日晚 9號晚開始 OK 9號晚開始 那些就是立法會的開支 之前的日子就是天下圍攻計劃 包我們的住宿開支 會否跟其他位 除了有著區議員 其中一個就選擇 其中一個有了 其中一個在此 還有其中一個人 與其中一個人感受到 太陽佳 done 與其中一個人做無論 與其中一個人的資料 是任何人感受到 開支 I have heard the case and urge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a formal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the CYLNUJL case I hope that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e National Crime Agency of the UK will conduct a formal investigation, find out the facts and give us the progress and the results but I'm afraid that they may have to keep the progress confidential I will also meet an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NGO,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 hope that they can pay more concern about the UJL case and the corruption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nd UK We will also meet the legal advisers of our campaign One of the UK media, the guidance, is also interested in our case We will give them the details of our allegations What is your legal advice?Why is that under the UK jurisdiction Since the DTCET company was a listed company in the UK CYLearn was the then director. He was oblig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creditors of DTZ.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the media and admitted by CYLearn, we have reason to suspect that he may have violated the corruption crime in the UK and or in Hong Kong. Therefore, I urge the UK, which should have the jurisdiction to carry out a ful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se. Of course, I cannot jump into the conclusion whether CYLearn have already violated the law of the UK, but I have reason and primal face case to launch a complaint and urge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y in the UK to carry out a full investigation. Yes, that's right. National crime agency. Or I will also be with Catherine Wetz and the legal advisor to talk a little more about the legal advisor 特朗來自然 editor 剛才開始的 我相信很多市民 worlds對這件事表示了很大的覺得或者意見 以往沒有一個特首或者退任特首或者主要官員 就像梁振英那樣用律師信或者是告誹訪 去面對一些評論或者指控 這其實是一個很壞的因寧 我是期望會有多些市民能夠聯署 而希望聯署最終都會變為一些實際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 以現在收到信的誹謗的信人士 包括是學者鍾建華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 相信面對一個梁振英 起碼他有五千萬在手 其他一個不知道 這麼龐大的資金去對待 去對付他的法律行動 其實對於很多作出評論的人士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希望聯署是第一步 而有需要 而不幸他們需要動用很大的資金 面對這個法律行動的話 市民的眾籌或者協助這些 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是一個公正評論的人 或者傳媒人是第二步 那我希望這個運動能夠令到香港 多些人 對這件事是覺得是需要正視 也都希望是 維持到香港一個聯結的社會的人士 都應該出聲 那我期望 這個是第一步 跟著是第二步 你說有多少人去簽名 現在剛開始不知道 我呼籲也都希望多些的市民 能夠參與 這個聯署除了在將來 在天環圍攻這個網頁 我相信 所有的其他 譬如 泛民的 政黨的朋友 和其他人士都會 一起做好這件事 會令到這個聯署 能夠多些人去參與 這是第一 而之後 如果要面對龐大的官司 一些款項 而做的眾籌 我們 這個階段 我不可以對 受影響的人士去說 但我相信肯定會有第二步 即是他們需要 多些市民的支持 令到他們面對這個龐大的官司 這個是 我們為何要走到第一步的 最重要的目的 補充兩點 一個就是 在整件事的過程中 我們覺得 當然梁正英 不太想別人再過問 整件關於UGL事件的來龍去脈 他這次一連串的法律行動 出律師信也好 真正控告也好 很明顯他想用法律行動 震懾所有評論者 或者關心事件的人 我相信聯署第一個意義就是 我們希望透過多些民意 震懾梁正英 不是可以肆無忌憚的 我們嘗試尋求 事件的真相 他可以透過一些 我叫做卑鄙 或者叫做不恰當的手段 去到肆無忌憚 鎮壓了我們 相信 如果越多人簽署聯署 對他構成的壓力會大一點 我覺得是一個實質的效果 而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過程中 我們看到 其實他想參與的時候 梁正英其實也參與不少 包括UGL委員會的時候 他透過周浩鼎 那個浩鼎門事件 你看到他都很積極地 希望影響到 或者表達到他的意見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 呼籲他 包括這次聯署 呼籲他 不如坦坦白白 去到坦誠報公 我希望這次聯署可以帶來這個效果 我補充一點就是 一旦鍾劍華博士 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 打這場官司 而最終梁正英是勝訴的話 我是很擔心會引起一個骨牌效應 就導致其他的評論員 在評論梁正英 無論是UGL案 或者小桃園飯局 都會受到極大的心理 和財政的壓力 也都令到有些傳媒朋友 會有這個憂慮 這個是對香港的言論自由 和新聞自由 是極之不利的 我就很明白 梁正英 在收了UGL五千萬之後 他有相當足夠的財力 輕重 但是我認為 香港市民也都不會坐視不利 他對於一些 沒有合理的理由提出的訴訟 而他意圖打壓言論和新聞自由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 是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 所以我們這次和郭醫生一起 發起這次的聯署行動 是希望多些市民出來 和梁正英說清楚 你不要以為鍾建華博士 是孤軍作戰 我們是有無數的香港市民 站在鍾博士背後 去支持他 去聲援他 你要控告鍾建華博士 我們市民大眾 一定會聲援他 到底絕對不會 好像梁正英要求那樣 向他道歉 收回我們的質疑 因為我們的質疑 全部都是根據已知的事實 這些是講為人知的事實 以及是公穩的評論 是絕對談不上誹謗 如果梁正英作為一個有公權力的人士 他有足夠的公開渠道 可以回應我們的質疑 他也可以大大方方把他聲稱 所擁有的證據拿出來給公眾看 譬如說他說有 戴德良行當時董事局 主席給他的書面同意 去談相關的協議 你就擺出來 為什麼說這麼久都擺不出來呢 你擺不出來 就難免另一個合理的人質疑 其實你是有還是沒有相關的批准呢 還是你只有一個港字 老海中一美幻想 我有相關的批准呢 所以我做有關的交易收五千萬 UGL的款項是沒有問題的 你就擺出來咯 如果我林卓廷 是受到這麼嚴重的誠信質疑 而我有證據在手的 我第一時間擺出來吧 為什麼不擺出來呢 要還自己清白嘛 是不是啊 雖然我梁正英 我就覺得他不要搞這麼多律師信 雖然他有五千萬袋藥袋 那他不如省回這些錢 就這樣拿這些資料證據出來 去證明自己清白 就不需要花這麼多錢 在律師費那裏 也不需要耗費一些評論員 去籌集他的法律的開支 簡單來說 如果梁正英以為可以打幾個 包括鍾建華 或者之前例如李慧玲 就可以令香港禁星的 這次的聯署和將來的眾籌 是只有一個目的 香港人是不會容許 有一些權貴 包括林鄭英或者其他人 是可以透過法律行動 是會嚇怕他們的 所有人都會站在一起 你可以打一個鍾建華 但如果個個都是鍾建華 如果全香港市民都站在一起的話 我相信他們打不完 你打一個來十個 你打一個來十個來一百個 這個就是聯署的目的 嗯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OK OK 謝謝 你們本身是星期六還是星期日出發 去跟那個外國 我們應該 星期六出發 星期六 星期一才啟動行程 本來說 我們就早了一點 我們是星期三到達 OK 三四五有三日 weekdays去做事 明白 是的 OK 謝謝